歡迎各位朋友回到新一集講馬功略 我們今天不是星期四見面 因為接下來這個星期就會跑若刻賽旗 終於回到英國了 是的 之前的法國賽事 我們也和大家看了很多 紀伊斯、杰克莫華 看完法國 我相信朋友也開始來 很掛念英國 要喝一下英國茶 吃法國餐太慢就不適合吃了 是的 我也是 真的不要緊 回到英國 但是又不是去一個熟悉的地方 因為這個約克馬場 之前和大家看過沙歐元、古活、紳士場 都看過了 約克馬場也是第一次和大家看的 這個賽期會有三天 星期三、四、五 我們這兩集就會和大家說兩場都很出名的一盒賽 就叫做朱德邦國際錦標和約克棍勝樹大賽 沒錯 南薩浦為什麼不做呢 因為南薩浦歷年來都是這樣的 一定是多馬 又混亂 不是說混亂我們不去挑戰 而是我們做的時間 未確認到最終有什麼跑 以及場地 你確認不到 你很難去做賽前預測 因為我們的賽前預測 其實大家有留意的話 是給某些機構 或者給某些馬下評價 會再早一點 會再早一點 因為南薩浦距離 我們現在錄音的時間 都隔了一段時間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 希望大家見諒 當然大家都可以繼續去不同渠道找到消息 但我們主力就做朱德邦國際的Mail 和約克棍勝樹 沒錯 那先說一下場地 這張圖大家都很明顯 應該都可以很容易理解到 就是一個平地 是的 就不是亞視谷、葉森那些上山落車 平路一條 2000米起步點 就是對面第三條直路 是的 就直接標示了 一里兩化浪五十六馬那個位 就是 今次朱德邦國際錦標跑那個路程 那約克棍勝樹就跑到2400 應該就在一里三化浪和五化浪中間 沒有一個點 而約克馬場的特點 就是他不像 譬如我們看的亞視谷或者古活 他們直路會比較多 就是上落車 他就平地來的 真的 因為你也看到是level 他寫著level 但是他的特色就是 他直路彎就急一點 是的 看來都很急 因為直路彎最後都有七八米左右 七至八百米左右 是的 那看看到時的風向 場地是怎樣 那我們看的天氣報告 都好像是好天氣 暫時正常 是的 就算有雨 之前那一兩日有雨 都可能 就是應該 應該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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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那說回諸德望國際錦標 這場馬 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過往 贏過的馬 也好跑的馬 其實每隻都很厲害 也是 很多都是為了之後更加厲害的賽事 去做踏腳石 譬如海船滿大賽 也是其中一場 最近五屆贏過的有什麼冠軍呢 記成事實 日出之國 猛絲路敲 當代名著 容後再決 每隻都升級馬 是的 而且這裡還不是說三歲贏了 是的 因為大家知道 朱德望國際錦標 跟英王錦標其實很相似 也是一個給三歲馬去試實力的 挑戰年長馬 是的 但是呢 比較多的是 但是這十年 看看數據呢 如果你剛才這樣說 有三歲有四歲有五歲 六歲都有 其實很平均的 是的 所以就不要說三歲有養榜 特別有好處 這場馬 都是實力 講實力 真是考驗實力的時間 所以今場呢 其實我們看到四隻比較觸目一點的馬 他們都比較年輕一點的 是的 但是實力都很厲害的 那我們就不如看下片 跟大家看著來講 沒錯 那我們就看這場日期大概先 是的 主角就有兩隻的 金教堂和萬聖飛 是的 就是中間兩隻 那這場馬 相信大家都記得了 是 金教堂呢 就叫做 整場馬 叫做 跑得最沒有錯的那隻 是 那就贏了 是 那前面萬聖飛呢 雖然 這一場我們都覺得 他的狀態不是太好 因為始終叫做遠征回來 是的 頭過一下 那就沒那麼好 那前面就 加特步 那都七歲了 是的 也都同樣是澳洲回來 頭過一下 是的 所以金教堂這場 跑得好呢 他還要有個 讓榜之力 是 贏了 是必然的 看來是 沒有記錯 因為這場日食大賽我們有做過 有做過 好像那時候 金教堂都受養接近十磅 那麼多 是的 好多好處 還有 現在看到他跟著萬聖飛來 大家都知道 萬聖飛會不會在這個位置出現 沒有那麼可能 同來不會 如果你跑大Fu 你跑八隻都不會在這個位置出現 是的 那麼你跟著前座 那 加特步也是 因為那天的三一圓馬場的賽事 其實是不理會放頭的 是的 所以加特步放在頭上 他沒有辦法 因為你預計不到後面那兩隻會放的 是的 就被迫著自己在前面放 那便便宜了金教堂 其實杰克莫華也有類似的狀況出現 嗯 又是沒有馬放 是 奧國勳章又在你眼看我眼 聲曜晉靚又看 那麼 詩情讚放也是看的 是的 結果宜了誰呢 就是後面那隻 海上宮殿 躲得最漂亮的就是他 是的 你這場其實都可以看到的 你金教堂入到最後 就是過了半條直路 其實都還跟著馬聖飛 是的 跟著他 就是去到最後才抽出來過 那你前面兩隻馬 已經用了 那便順利成章地贏掉了 那你也要 就是金教堂當然要這樣 實力 實力 還有他真的很勇裔的狀態 是 後面那隻第四 我沒有記錯是戲劇 戲劇 也是叫做三歲馬 但是他們跟 不夠跑的 真的跟馬聖飛是不夠跑的 是的 那麼你要有實力 又要有狀態的情況之下 就是金教堂 嗯 如果你看到金教堂 其實上場也有這樣的形勢 嗯 我想他的狀態應該都會保持到 奧伯人馬房這些馬 希望 就是他算是 今年奧伯人三歲馬仔那堆 最穩定的那隻 最穩定的那隻 還有你只看這場 可能他的實力 都不會輸時給萬聖飛 可能有機會會比他厲害 大家都知道萬聖飛 就叫做多汗一級賽冠軍 是的 但是你金教堂可以贏得這麼輕鬆 其實真的不簡單 也是的 但是你講到萬聖飛 不過他今場呢 嗯 就有件事可能會好一點 是什麼呢 始終跑平地 哦 還有乾快一點 對 乾快一點的場地他可以的 我們待會再講萬聖飛 因為我們先講了另一隻馬 因為萬聖飛 在之後的一條片 又會再出現 是的 然後那隻也是三歲馬 但是就不是馬仔 是馬女 那這隻馬呢 我們近期的節目 就不斷講他的名字 不單止他 是的 他的朋友 剛剛講完了 講完又講 那隻就叫滴酒不沾了 是的 那他跟什麼馬跑呢 這場又殺錯在試錦標 是的 跟詩情戰況 是的 詩情戰況 就是我們剛剛 先和大家看完的 他就贏了 然後我們 為什麼說滴酒不沾經常出現呢 因為他那一場法爾曼斯錦標 或者說來說去都是那個 即是 不斷講那一場馬 那一場馬呢 我想如果大家有聽到的 都知道我們說了很久 我相信去到什麼英國痴馬錦標 都會拿到一場馬 是的 因為有什麼 白雪燈 寶索夫人 後土 就是 你說滴酒不沾是和這些馬跑 這場殺錯在試錦標 還要贏了 詩情戰況 詩情戰況 剛剛 差一點點就贏了 海上宮殿 是啊 真的有點可惜 詩情戰況 如果你這樣也證明到 你想想 如果海上宮殿 也是一隻最頂級的一里馬 詩情戰況叫做 輸一點點給他 是的 滴酒不沾 也算跟他 也算跟他 會有勝負 是的 但是這樣 怎麼樣呢 我們剛才說的就是1,600 這次跑到2,000 其實也是 一定會是滴酒不沾 最大的考驗 始終還沒跑過 但是 兩件事 第一就是 賽前 聶馬斯鮑爾定 頗有決心 真的去報這場 因為他知道 因為我記得 我們咪後 阿威也有說過 不知道為什麼 這陣子聶馬斯 很喜歡找一些 高難度的賽事 來試第一次登場 我也是這樣說 你試登場的 當然找一場沒那麼厲害 就算你險勝 你也可以做個假像 給別人看 騙人 如果你對這些那麼厲害 一下子就露底了 全都穿了 其實是的 但是另一方面 也看得出 阿威也挺大 缺濕 或者對滴酒不沾 也很有信心 才會這樣報 因為他也知道 這場很多惡禍 這場很硬 是的 看回血統 上線真金不換 下線就這樣 穿梭哈斯坦 你說是不是很肯定 說到2000 我也不敢說 我也有點保留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香港市場 也有見過一些真金不換的指示 是的 但是看來呢 真金不換的指示 好像是偏向中短途會好一點 是的 或者是最盡就是一理 當然啦 比如說海外的指示 比如說航空首都那些 都可以漫長一點點 是的 希望真的 就是憑著那個進步 進到銳勢 可以踏夠 因為 的確你這樣去贏掉 私情站放 在我心目中其實 再加很多分 都是的 還有他這場叫做三水癡馬 他還會有多一點讓房 他還會有多一點讓房 看一下那幾磅 那邊 可不可以幫到他 就是最後那幾步 可能就 回到來 因為後面也有一句 很多硬話 是的 這場真的都聲光激一 幸好都是阿摩藝成繼續騎 始終騎掛騎屬 是啊 最重要的是人馬配搭 就一定要盡快確認 是 你騎開騎屬就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知道莫亞選哪一隻 因為莫亞有得選 是啊 就是因為我白人大家都知道 除了金教堂之外 他們還出了心之所謀 是啊 我都不知道什麼情況 現在 我也不知道他選哪一隻 我們看看心之所謀這一場 雖然這一場 心之所謀是輸了一隻 但是贏的那隻很厲害 那隻叫做雅大爺 是啊 現在全球評分 最高其中一隻 另外那隻呢 就是金教堂 是啊 所以說 如果你要去試場力 不要找那麽厲害的場地去試 是啊 不是 每個人都做到 應該是這樣 除非你是馬王級 是啊 這場就是英雄喬治六世的錦標 晚上就剛才說雅打爺 第二 就是萬聖飛 大家又經常會看到他 心之所謀 只能跑過第三 那大家都可能會覺得 這場 是不是有點失望呢 其實 其實都不算的 因為賽後也說回 心之所謀 看來他 現階段 這個年紀 最佳路程 不像是二千四 應該是最佳路程 是反而是二千 哦 即是他早期贏那些二千四 就憑質搭救那種 一來是 二來他贏二千四 他也是贏兩場而已 兩場都是三水 還有對峙馬 對 叫做對峙馬 變相他那時候對手沒有那麽厲害 那你有什麽質素 你如果不贏回來的話 我們就不會說你厲害 是不是 是 是 好啦 你走來這場 真的有硬的 有雅大 有萬聖飛 但是 他真的跑下去是差一點的 嗯 除了二千四之外 我想另一個最大主要原因 是他 上一場 亞視谷賽奇 威爾斯侵王錦標 對威爾斯侵王錦標 他放回來 放得太準 可能回不設 再跑二千四的情況之下 即是給他一個藉口 是 今次回到二千 我想應該會好一點 都同意 因為剛才亞威說的重點就是 威爾斯侵王錦標 就是他 透過三百天之後 復出的第一場 很硬 雖然他就放頭贏 但是 他鬥那隻 慷慨孚雲 我就不知是否兩隻鬥散了 慷慨孚雲 跟著 跑難受錦標 又是不行的 嘩這場算厲害了 跑排第三 他算是這樣的 這場 這個第三 雖然是沒有競爭的第三 亦是叫做沒有怎樣騎 但是他都叫做 阿大爺和萬聖飛回來 是 應該證明這隻馬 就算你下了也好 累了也好 他都起碼懂得跟著前面 那兩隻 高分馬回來 還有他入直路的時候 可能也有受到萬聖飛 少少的干擾 就是壓住了他們跑 令到他跑得不太順 那 就是 阿威說其實他又不是潰敗 他一直貼著他們 而你看到 莫亞最後的對手 已經有點了 去了新市場 操馬 哈哈哈哈 所以這場 相信 用力也未去到那麼多 希望 他現在的體力就回復得到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也有一句 最重要是看摩亞其實哪一隻 也是 我們剛才開場也說過 這個場地 預期都會在正常 好地道跑的 但是呢 如果說在不好的地 我們假設他下很大雨 會下雨 有什麼馬可以提供一下 下雨的話 除了我剛才說 金教堂和滴酒不沾 這兩隻就沒有問題的 試過的了 有一隻呢 看到那個魚字 就已經雙眼發光了 那隻就叫民政兼蟲 噢 這隻大家都知道 它是私情站放和主馬 但是兩隻呢 就很不同的 私情站放就要硬框框的 文政兼蟲呢 麻煩你 你落到水泡都可以 是啊 那真的看看他很不幸 因為文政兼蟲如果沒有記錯 他也報了其他幕話的 是 報過的 他其實報了很多賽事的 每一場都報 但是他的球羽帽 他跳不成 所以很多時候都退出 看不到他 希望今次看到他 如果他再不跑的話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裡跑 真的不知道 但是 他這隻馬就對上兩場 分別跑了一些大賽 剛剛就在六月跑了一場 愛人打比 跑二千四 就輸給巨峰 來人都有點遠 但是 可能就是他二千四 真的太長了 看看他連續跑了兩場 二千四 就叫做 練一下氣 一場葉森 一場愛人打比 回落二千五 會不會好一點點 希望好一點點 因為他也不是說去到二千四的馬 看他就跑了兩場 都真的不像 二千六隻馬都可以 看看到時場地幫不幫到他 如果他到時撒一陣雨 他可能最開心的 但如果正常的話 應該也是集團退出那種 唯有是這樣 希望看到他 但我又不想他下雨 真的 很尷尬 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那個心場 即是你又要看到他 但你又不想天下雨 是的 那真的不知道 是的 到時再跟大家 再看臨場天氣吧 是啊 因為說的 譬如說這場有九隻馬 然後還有一隻 其實我們也沒有說過 但是這次已經沒有給大家了 是啊 因為無懈區 上場還要輸給Ben哥那些採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唉 也沒辦法 我相信如果大家 真的有心去找這隻無懈區 就自己看看 很奇怪的 他到最後 你打算千萬米他都會贏 結果他回到第三 連大航海家都輸 是的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我都可能是實力問題 所以應該都是 我們剛才講的四隻 比較突出一點 那看一下 你這場朱德望國際禁標 有沒有禁證路 好了 那這一部分就先講到這裏 稍後下一條片 就會跟大家看另一場一級賽 就是約黑棍像樹大賽 千萬不要錯過 待會見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點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G 之後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怕錯過我們每一集的最新資訊 那 kita 對 好 好